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 来到2024年1月4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关大政卷国际政卷策略师 吴李妍Kenny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Kenny 早晨Irene 各位观众早晨 市场主持着昨晚 联储局的议息会议纪录公布了 官员不会实加息的可能 美股跌了超过200点 恒之夜期反而又到达61点 稍后Kenny也会和我们分析一下议息纪录 有什么启示 以至于美股港股的走势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疑难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点你的名字和想问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隔晚美股的表现 联储局议息纪录暗示利率 暂时仍然高企 并且有官员继续放映 10年期美债息一度重上4厘 之后反复回圆 美股星期三低开之后向下 议息纪录公布之后 道指曾经跌了313点 收市仍然下载284点 暴37430点 标志跌了0.8% 暴4704点 纳指跌了超过1% 暴14592点 连跌2日 美汇指数连升4日 正对近两个星期的高位 今价跌了超过1% 比特币曾经急射一成 至于个别焦点美股 苹果计星期二挨沽 之后星期三再跌大约0.7% Amazon跌1% Tesla股价跌4% 其他车股也挨沽 通用汽车和福特跌2%至3% 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阿里和百度比港股升2% 阿里至算布74.74 网易升1.8% 腾讯ADR至算布302.5% 比本港收市价升0.6% 美团和京东升近1% 汇丰控股ADR至算布62.45% 比本港收市价跌0.4% 港交索升0.3% 比亚迪升近1% 而你想比港股也升到1.8% 接下来看看今早外围的市况 先看看美股的期货 2024年一开局表现不一样 看到赌指期货暂时靠稳 升至四十几点 加上太区股市 今早普遍都要向下 其中日本市跌了1.8% 日经平均指数32,852点 跌了614点 32,849点 最新报 南韩股市跌了0.3% 澳洲市跌了0.2% 新西南市跌了0.6% 接下来看看恒指黑期的表现 暂时靠稳 升至39点 我们先和Kenny 谈谈外围的情况 昨晚大家在等联储局的会计记录 上个月的议息记录 发表了 看到他们的利率可能处于或接近封值 南韩经济展望表明 今年底之前 会多次减息 而官员也讨论了何时释放 调整资产负责表政策的讯号 但在会议记录 同时说政策路径的不确定性 是異常高的 有些官员认为如果通胀不符合预期 可能有必要将利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有些官员认为仍然有可能进一步加息 当然大家都一直在看 之前的市场很亢奋 联储今年应该是否会快一点 早一点 和减息 减多一点 但现在的意识记录出来 就看到 好像暂时都未去到 讨论何时减息的情况 反而在说 其实都不排除 还有机会加息 就是这样 你怎样看今次的议息会议记录 为市场带来了什么信息呢 没错 Eileen 看到议息记录 说减息的不确定性路径 变成令到投资者 对于一个减息的预期 就变得稍微比较理性一点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正常的 尤其本身看回联储局真的减息 虽然说在之前一个利率期货市场 反映最快有机会是第一季 不过我自己看 就是纯粹用市场 就是现在一个CPI的进展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其实最快都会发生在第二季 我觉得未来影响着减息最重要的因素 都仍然是一个通胀数据 而现在看回通胀数据 我大致上都是觉得 现在通胀的回落 其实都是比较符合预期的 或者是进展也相对比较理想 所以我觉得虽然这一次 就是一个会议记录出来了 但是事实上撇除这个记录 我觉得整体上面那个宏观环境 暂时就很大地偏离了目前所发生的路径 所以我们对于整个市场的预测就不变的 只不过我觉得近期美股升势比较急 我觉得市场也都借势出现一个团整 我自己看回未来在第二季或者第三季 联储局就会开始进入一个 新的减息的周期的了 但是我自己预期 美国债息在今年就会有一个 缓步向下的情况 因为我相信债息未必会有一个 很大或者很快向下跌的情况在那儿 因为始终看回过去2023年 始终联储局进行一个比较大规模的缩表 要大幅减持一个美债 我相信在2024年这个动作都会维持着 所以对于美债息来说 有机会是一个缓步回落的过程 看到昨天10年期美债息 也都短暂地上去一个4厘的水平 看到金超组也都在一个回落的情况在那儿 我觉得这个情况对于市场带来的打击 可能相对都是比较短暂 比较短周期性 我自己预计美股市场出现一个短期调整之后 我觉得未来也仍然有一个 有力向上的情况发生 你也提到美股有机会有一个短期调整 整体市场的信心仍然存在 始终大家都会看 因为去年美股也升不少了 现在2024年的开局失利 尤其是去年比较强的纳指 跌得更加多 现在投资者对美国减息的憧憬 都有些分歧 现在暂时联储局官员 又未派过定心员 你看会不会今个月 尤其是美股 尤其是大型科技股 调整压力会比较大呢 我觉得这样看的 因为看回美国三大指数 始终在去年第四季以来 其实升幅累计都颇为显著 所以近段时间出现一个调整 我觉得相对比较正常 当中以科技股的升幅最为之急 看到现在科技股的回头压力 也相对比较显著 当然背后有的因素就是 在一个美债式出现回升的过程当中 对于科技股 带来的敏感度相对比较高一点 其次一些个别企业 包括近段时间 苹果或者Tesla 一些重磅的科技股 看到股价向下 亦都令到科技指数的跌幅 相对比较显著一点 但是从长远来看 我觉得对于整个 亦的环境向下的看法 就是暂时保持着不变 未来仍然是继续支持着 美股特别的一些科技股的估值 还有现时一些大型科技股 本身在一个盈利表现 也做得相对不错 或者相对比较平稳 所以我觉得 虽然经历了去年第四季 一个美股急升 看到现时美股股值 其实是有一个属于偏高的情况 但是由于市场 对于未来一个盈利的预期 那个增长幅度 比起现在股票所上升的幅度 大致是相弱 所以对于一个预期股值来说 我觉得大致上 都仍然可以符合市场一个估值所需 所以我自己预计 美国三大股指 经历了调整之后 我相信在未来 都会有一个不错的空间 即使有机会短线调整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但是港股方面 究竟大家一直都在等 2024年会不会好些 但是暂时开局就一般 我们转体上是港股的表现 接着就问Kennie 如何看港股的走势 昨天恒指低开163点 之后曾经跌了223点 低位见过16564点 下午跌幅略为收窄 恒指跌了142点收市 收报16646点 成交额792亿 方市跌了1.8% 报3646点 腾讯亦市升超过1% 收益在300元关口 网易升近1% 阿里跌超过1% 京东小米跌3% 联想跌超过4% 恒地、港铁跌4% 看北水盘路 看见港股跌 但是北水越跌越迈 昨天正流入68亿2000万 资金集中吸纳指数ETF 主要买盈富基金 昨天录得42亿2000万 正流入 恒生国子ETF 和南方恒生科技ETF 分别给资6亿4千万 和5亿3000万 正流出方面 长城汽车和中心国际 分别走资1亿7千万 和1亿3000万 继续和Kenny聊聊港股 刚才也说过 新年开局 港股也连跌了两天 内地水紧 数据仍然是弱 现在美国减息 预期又缩了 内外夹击 你看港股的弱势 会什么时候扭转到呢 大家都在等待一个 刺氧一点的反弹 至少都不要说 见不见底转勢 怎样看第一季 港股的前景呢 没错 看到港股在2024年的开局 就不算太顺利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在去年年底 即假期之前 看到港股 有连续一个反弹的小势头 我自己觉得有点粉色 儲仓的意味在 但是变相来到2024年 在基本面没有太大 变动的情况之下 见到指数又再度回落 其次 正如刚才Eileen所说 内地由于在一个元旦假期完之后 见到在那个回购力度 资金方面 其实都颇为加紧 变相令到市场的流动性 就比较紧缩 所以令到整个板块 包括消费或者一些中资金融 其实都面对着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股价 調整压力在这儿 短期来看的话 我相信在港股前段时间 凭指面临着50天线的那个益压 我觉得暂时对于整个指数走势 都仍然是比较关键的一个阻力在这儿 而向下看的话 我相信如果按照一个月线图去看的话 港股在12月份 其实在那个月线图方面 就收取一个比较长的下影线 下影线的幅度就差不多有成1000点 所以我自己预计 在这个下影线的支持之下 都反映着港股短线的一个 在16000点附近 是找到一个短期支持的一个友因在这儿 那么所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